我们来看俄乌这一局了 张将军这件事情不得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在告诉大家 他们的空中精准打击力量有多厉害 而且甚至3月16号的新闻发布 俄罗斯的国防部说 他们是打到了乌军的海妖部队 300人在空袭当中一次丧命 俄罗斯的副参谋总长告诉大家 他们直接打爆了乌克兰三套 美智爱国者飞弹系统 意思就是他们有什么 是可以突破这个飞弹系统 让他拦不下来的 对这个就是这个战术战法 俄罗斯的战术战法有调整 他第一个就是对先做战场侦查 派无人机战场征收 征收把海妖部队 海妖部队是什么 乌克兰海妖部队是属于 他的乌克兰的情报局下面 他编制大概1500 特种吧 特种他专门只是特种跟特工 他是属于情报局 他的编制是1500人 那这一次的话 300人在空袭中一次上命 就是他们在可能在聚集的阶段 那就是情报泄露 对聚集阶段 这个最重要 他还要无人机的侦查 侦查标定 他一定是三个程序 第一个先征织 征织第一张是OK了 然后标定标定有GPS定位 或者是有镭射定位 然后再做第三个精准打击 精准命中目标 而且要掌握时机 他人是分散的 还是人是集中的 那他这一次能够一次300人 在空袭中上面 人是集中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战术战法 俄罗斯有做调整 无人机侦查 侦查完毕之后定位 定位之后掌握时机 精准打击 他除了这300人一次上命之外 也包括了三套的PAC-3 爱国者三星 三套被击 还有一套的吸血鬼的火箭炮系统 整个摧毁 还有十套的外国给他的火箭炮系统 也摧毁 所以你看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他已经派无人机先做战场侦查 侦查标定 标定掌握时机 精准打击 一定要精准 你没有精准打击他跑掉了 乌克兰都没发现 我跟你讲 他来不及运动 因为战场要运动 你不运动变换位置 进入战术位置或野战位置 或预备阵地 你不可以 现在因为现在的 这个包含人造卫星 包含无人机 甚至包含空中的侦查机 定位非常的清楚 而且有时候电磁平补 电磁平补 机力台就一放出去 有无线电波出来了 那个位置就在那个位置 因为现在这个方面的 这个勤收的管道 跟勤收的装备 勤收的工具 非常的多 一多之后 标定 标定的时候 我也标定没有关系 但是我激动的快 我这个终点在甲地 我马上进入预备阵地 或者其他的野战阵地 我马上跑掉 一打到这样空的 然后留下来什么 留下来是假的 引针是假 假的在那边 打的是假的 要这个样子 结果乌克兰在这方面 并没有随着进化 但是俄罗斯进化了 俄军进化了 对不对 侦查 这个我们讲标定 然后精准打击 所以你看他现在的 这个整个的战术战法 俄罗斯慢慢占上风 当然底气也强 俄罗斯在这方面 所以我们看整个下去 现在变成乌克兰 它建构的就是说 南北狭长的 将近一千公里的 我们讲到的战壕 它地下挖 它现在也知道 要占地保存 占地保存地下挖 地下挖就战壕 大家挖 现在没有像拿盐锹这样的挖 都是那种工具 这样挖很快 很快 很快的时候 然后整个装备下去 下去的话 你炸的话 炸的土地 它都在那个岩体里面 它现在变成持久战 先守住这个重线 对 那有点 这个重线 这个重线有点像 跟那个地涅薄河 有点平行 因为地涅薄河是天然屏障 然后这个战壕 是它军事屏障 它有两个屏障 这个地涅薄河是地藏 因为最起码你坦克 没有桥梁你过不去 你大概只有无人机 可以过去 如果它渡河 那你就靠船舶来渡河 是这样子 那它叫做建两条屏障 那两条屏障 现在的作战的工具 作战的武器的装备 比以前更快 那它现在不要用坦克 那派无人机过去 然后派飞弹轰炸 派火箭炮过去轰炸 所以乌克兰一看的话 没有外援的状况之下 乌克兰还是剧烈式 乌克兰访工讲了两年 它的这个节节败退 那个领土节节上失 并没有光复 它的光复的野心很大 所以它的能力 跟它的期望值 没有办法匹配 期望值很高 我就是要管苏布斯图 包含克里米亚 但是问题是能力是那么低 没办法拉上来 而且还靠外援 靠外援看人家脸色 有一顿没一顿的 那你要 你就叫天天地地不灵 很急的让他要 别人呢 别人气定神学 为什么 别人没有 自己也不够 没有钱 自己也不够 然后对那个 工厂生产都不够 推程出镜不够 变成这样子 所以他拉不上来 他要去想到 他的人力到底多少 结果能力跟期望值 天差之别 我们要天渊之别 那这样的话 所以乌克兰在这个 整个战场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 主场优势变成俄罗斯 慢慢在掌握 越来越主场优势 那个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一直变成劣势 那想要去翻转 除非有外国的派兵 像马克宏想要去派兵 那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马克宏讲归讲 顶多派个顾问团 或者是派一个军事训练团 可以 要直接去参战 没那么简单 那损兵折将 他对他选民怎么交代 法国人不会同意 没有去守你的法国 结果你去命葬沙场 到时候里面又开始那些 黄甲克的示威分子 又开始丢火丢什么的 又开始起来示威 瘫痪交通 马克宏面对压力更大 当然讲很容易 但是要派兵资源 很复杂的 对啊 就像张军讲的嘛 会不会这些 你知道政客就是出一张嘴 讲得很容易啊 大千哥请教 那现在呢 普丁虽然说俄罗斯在选举 对 没错 俄罗斯正在大选 你会想说怎么没新闻 因为也不用新闻 因为大家都讲 普丁就是稳赢的嘛 他支持率多少呢 大概百分之 八十有没有到八十三 就是这么高 所以现在啊 俄罗斯想要怎么样呢 应该说北约想要怎么样呢 其实啊乌克兰已经很明显啦 最近都有新闻嘛 北约秘书长也说啊 乌克兰现在需要的不是勇气 那是什么 是弹药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一次三套爱国者飞弹就打掉 还包含刚才这个 将军跟我们讲的 一套这个吸血鬼的火炮嘛 然后还有火箭炮 然后还有十几套弹药 千里迢迢这样送过去 自己国家都已经不够用了 还送过去 所以现在法国也在说 他说如果我们要和平的话 我们一定要救乌克兰 他的意思就是说 俄罗斯随时都会打过来 这是现在北约在操作的一个方向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快点有钱出钱 有炮出炮 有弹出弹 法国总统马克宏二号的时候 曾经这样子告诉大家 二月啦 二月的时候 他说我不排除好不好 我们派兵援污抗俄 当时候就被大家讲说 你就是讲讲而已嘛 你就是钱出最少的那个国家嘛 结果3月15号他在说 但是我们可以 但我们不会主动 你看政客的嘴 骗人的鬼 法国的优势在我们做得到 好 看完了马克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普丁 俄罗斯的这个商业内幕说 根据德国的情报 俄罗斯大举增加武器生产 未来5年内的军力会翻涨一倍 所以快2026年 恐怕对北约领土发动攻击 莫斯科正在为与西方 大规模冲突做准备 想要说他讲的不对 好像也讲对了一半 因为俄罗斯从 不知道多久建国开始吧 不就是在位了 应该不是说冲突 而是做预备 对 我觉得美国跟他的西方盟国 包含相关的媒体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俄罗斯威胁论这样的说法 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手法 他在任何一个地区 他都会制造一个地缘政治里的恶魔跟恶霸 然后因为有恶霸存在 所以大家就需要美国老大哥的保护 这是个最基本的剧本 所以在欧洲 因为俄罗斯魔刀霍霍 随时会挥兵入侵欧洲 所以欧洲的国家都需要美国老大哥的保护 所以美国在北约可以这样耀武扬威 在亚洲因为有中国大陆 这个即将成为这个地区上的威胁 所以美国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塑造假想敌的模式 又开始在整合亚洲的国家 那这些国家都需要美国老大哥的帮忙 包含像什么印度像菲律宾 那在中东过去他所塑造的 这个地缘政治的恶霸就是伊朗 所以因为有伊朗 所以阿拉伯国家纷纷都需要跟美国这个交好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美国老大哥 对他们安全上的一些维护跟保证 这是美国长期来玩的手法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 俄罗斯真的会挥兵入侵欧洲吗 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 俄罗斯闲着没事干 他干嘛要挥兵入侵欧洲呢 就欧洲这些国家是吃饱了撑着 还是做了什么样奇怪的梦 就俄罗斯讲得很清楚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 维持他今天的生存的空间而已 如果你今天不是清门踏到了乌克兰 俄乌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 哪来的什么入侵欧洲 他如果要入侵欧洲之前 他应该要先占领乌克兰 可是你看俄罗斯的打法 他一点都没有想要占领乌克兰 他只想把他的该有的土地拿回来而已 他如果真的想要占领乌克兰 他打法不是这样的打 他如果真的要入侵欧洲 他好想要跨过乌克兰吧 他连乌克兰都没跨过 到底哪门子的入侵欧洲 我也实在无法看懂 就是说这些人有必要要自己 把自己吓成这样的德性吗 那究竟是自己吓自己 还是美国不断地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去吓欧洲 让欧洲继续对美国言听计从 因为毕竟在过去这段时间 俄乌战争里头赚得 拨满盆满的是美国 美国这个牺牲了乌克兰 弱化了俄罗斯 拖垮了欧洲 美国自己赚最多钱 军工产业也赚人家的钱 能源产业也赚人家的钱 美国是在俄乌战争中得力最大的人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今天美国在做的很多相关的宣传 或释放的讯息 其实都不得作数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自己的立场 本来就已经不公正了 所以因此我真的不觉得 第一 俄罗斯要去入侵欧洲 那么第二你说 马克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谈话 其实当时就有各种分析 有人说马克宏讲这个谈话 是故意将北约一军 因为北约大家都说他出钱最少 他的出力最少 他干脆就说好了 那大家就出兵 派兵敢不敢 但没有人敢出兵 北约只要出兵 你就是逼着俄罗斯打北约了 你说北约真的敢出兵吗 北约为什么不敢出兵 就是因为他不希望这场战争 烧到欧洲来 如果北约都可以出兵了 那美国的101空降师来就好了 为什么你美国不敢来 就是因为你派兵参战 就势同宣战了 所以马克宏讲的这个话究竟是走夜路 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还是为了要反江北约的这些 当时的批评他的这些国家一军 目前为止看不太出来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说 你说欧洲国家没有派军事人员 在乌克兰吗 这是骗人 都有派 因为毕竟他提供了这么多军事装备 总要有一些教官去教他吧 怎么使用这些装备 你说乌克兰的这些士兵 又不是天生的天中英明说来法国的武器 我随时上手就用了 德国的我马上就可以换成德国的武器 不可能的啦 所以欧洲必然有一部分的军事人员 早就已经在乌克兰了 那你说马克宏讲的这个话 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只能看后续的发展 但是说最重要的关键问题 就是欧洲国家没这个胆 跟俄罗斯正面冲突的 所以不管是谁 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讲什么样的话 我一点都不认为 他们有这个胆感派兵去参战 所以这些政客是在壮胆 还是其实在要钱 张军要帮我们补充 对 我认为 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 已经打了两年一个月了 两年一个月 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 这个时候想要派兵来 这个援污抗俄 我认为它有三个考量 第一个就是土地获利 因为乌克兰它虽然人口 土地 对 因为将来乌克兰 可能会割地求和了 这是俄罗斯的 这是俄罗斯的 它一定要的 但是现在乌克兰人口 只剩下两千多万 它六十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割掉了十二万 还有将近五十万 但是乌克兰只剩下两千多万人 因为死的死 跑的跑 伤的伤 那土地的空出来 变成地广人稀 有地没有人 暂时的暂时 跑掉跑掉 土地的资源 因为我们在后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因为法国马克宏 它是在参与 而不是参战 我有参与 我有派兵 我有出兵 我有顾问团 我有训练的师资 在乌克兰 就是我有参与了 将来可以获得土地的资源 第二个 天然资源 因为乌克兰产天然气 乌克兰产石油 法国没有 乌克兰铁矿 产煤矿 乌克兰不要看它是个农业国家 它的矿产是很丰富的 它有石油 有天然气 都是法国要的 那这个时候 等到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 我现在 因为我有参与 我要分这一杯羹 它有这个两个 第三个 已经在暗示了 第三个 乌克兰战后一定要重建 重建这个大饼是非常的丰厚 因为整个断背残缘 满目仓矣 重建的获利 因为我法国有参与 所以重建的获利 土地资源的获利 天然资源矿产的获利 它想到这三个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 乌克兰已经打了半残 快要不变成全残了 这个时候参与是最好的 就是它有在参与 这个时候不是美国能垄断的了 因为法国它有上桌 它是 它有上桌 不是这样子 它不是盘宗生 它就有发言权 它有发言权 乌克兰战后的这些的好处 法国都拿去了 那乌克兰要的是重建 已经被打残了 事事有求于人 那法国就在旁边 法国是欧洲的国家 比美国还近 发挥的影响力是有 它又是安全理事会的 常任理事国 对 它影响力就大了 它是想从美国那边 捞一点回来 不然被美国 我们叫垄断 被美国独占 整晚跑掉了 今晚端走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